真的有一个不太明白 我看他们老讨论这个 为什么现在的小品 就很多叫喜头卑微 他就是在殉导观众 让观众产生悲悯 但这个我们作为观众 还是挺反感的 还是很不喜欢 我真的有点闹不清 这为什么要这样 他为什么最后要让你感动的哭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好像似乎小品演员 和喜剧演员 包括二人传演员 他们老觉得搞笑这事不高级 就是到最后吧 他得背一下 他得让人哭 这事他才高级 他奔着证据去 他觉得他收得了场 下得了台 他最后是戏眩 人家说相声 最后一个底 大家大咔嚓 大家很乐 那不觉得那么好吗 我不明白 这个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喜剧演员不自信 就是他搞笑搞得那么成功 前头那么可爱 搞笑高兴 他最后一定要要悲伤 一定要 是我不太明白 我看见有些观众都批评 就是为什么最后非要弄一个让人来说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他觉得证据高级 不是 他是 他是这个 有一阵的流行 就是偶尔有一个作品是这样 喜头悲伪 然后获得比较好的一个好评 大家开始追风 但他形成一种潮流是肯定是不好的 有一阵的好多小品都是这样 我觉得变成套路了 就变成套路了 这就不好了 其实按理说 不需要这个套路 您对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怎么看 还是一个第一 他技术能力已经达不到了 他没有时间创作 创作时间短 就是他这个创作周期太短 第二一个就是创作能力不足 他因为创作能力不足 他只能持一个喜剧的故事情节 他只能持续十分钟不到 前五分钟他能持续 但是再往前延伸 他需要一个故事情节 和喜剧的技术不断的翻生 他才能够达到持续 后十分钟的场子效果 喜剧效果 他达不到 这是一个技术环节 我们往往达不到的时候 他就要用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为什么你本来 你比如你是逗人乐的 我可以接受就是说 你哪怕是个 到最后是个最烂的笑话 但是我不太明白 为什么就转到 要感动的人们流泪一个碑呢 因为第一 让人流泪显得自己高级一些 显得作品高级一些 他自己能获得一个存在感 更主要的是他技术达不到 就是我们现在的人 他技术达不到 达不到以后 他就用别的方法来遮盖 我认为是什么问题呢 是喜剧跟悲剧 他评判标准不一样 你喜剧就有点像 你比如我们举个例子 你看那翻跟头出来 扒扒扒扒扒一个跟头 最后光一个高空翻 这是翻跟头 对不对 但是你这高空跟头翻不上去的时候呢 那你不如摔一马趴 那摔一马趴 他都变成另外一个评判标准了 他就用这种简单的方法 获得双重评判标准 所以他就获得简单成功 现在很多比如包括喜剧电影 那就是说还是您创造的这个小品 对吧 一个就是段子大会串 小品大会串 如果你的垫子 从头到尾让我乐 对啊 那这为什么就低级呢 没有说低级啊 是说他技术含量并不高 因为他是一个大会串 他不会是一个很结实的 一个故事结构体 就从故事本身 他也是一个松散的东西 所以他能够就串各种各样的 可能挖掘出来的笑点 社会上的热点 就是在那现抓一些包袱嘛 永远这个东西啊 他是一个技术含量不足 但是他结果如果真能逗乐了 没关系也好 都算成功 都算成功啊 作为喜剧上来说 让观众笑了 那就算成功了 他成功的穿了一串糖葫芦 你明白吧 但是他是糖葫芦 马爷您觉得这有高级低级之分吗 喜剧或者幽默 我认为我不笑就不够高级 说说玩啊 就是最好的笑 是非常幽默的这种感受 这个高级和低级的区分呢 那首先是有些东西 现在也不提倡也不允许 比如你拿残疾人开玩笑 这肯定是不行 过去最多的是用那种 不算残疾人的行为 但是有些比如结巴科子什么的 这些就生理上的一些缺陷 开玩笑 那过去说像还有那个 说那个就是一个瘸子 跟一个瞎一只眼的人谈恋爱 那个睁眼在外的 瞎眼在里头 瘸子骑着一个马 他都是用这种东西去逗乐 这肯定是低俗的 这个现在不管是小品还是相声 他都慢慢把这一部分全部都摒弃了 去除了 那么那生活中还有 就是有些东西可能我们的经历和年龄 看着比较低级 但是年轻人不觉得 年轻人他需要的是一个生活中简单的快乐 他的快乐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他希望减压 我们今天你看年轻人天天说他们压力大 我们说那你跟我们那时候的压力比得了吗 然后但是人家说的我觉得有道理 他说你那压力都是物质压力 我们都是精神压力 厉害厉害厉害 我们当然是物质压力吧 吃了上顿没下顿 这是不是叫物质压力 对吧 你去干活去到农村插队 你去干的重体力活 我说过我们年轻时候干的那不是人干的活 是牲口干的活 那你干那个压力 但是你精神上没那么大压力 今天的精神压力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攀比 他不应该有 但是攀比告诉他有了 就是说你的工资不如人家 人家什么一天挣多少钱 是吧 什么那个社会新闻爆炒的时候 谁一天上来什么多少万 是吧 这些压力会给很多人产生一个 就是不该有的压力 在这种压力中 他肯定谋求一种简单的快乐 所以我那天看见一个 还有一个大学教授 就研究这个笑点的变迁 说最早像您那个时候 春晚上 那个还有讽刺性 讽刺一些社会现象 你包括那个马基老师 那个宇宙牌详言 是吧 等等 他讽刺一些社会现象 但是到后来慢慢变成 你比如说到当代呢 开始自嘲自己 自嘲自己呢 实际也是对自己处境的一种 怎么说呢 自贬 贬低贬低 或者获得一种 伤害 对 很多脱口秀就是从这开始 就从伤害 就是从自我贬低开始 也是消解他的生存焦虑啊 他的精神压力啊 对对对 然后他从这里发现消解 自贬有两种 一种是他诚心的 你比如说他受过很好的教育 背景什么很好 然后他上来自贬 那很多人就很高兴 还有一种是 他不知道他自己那是一个丑 然后他出来这个 就是展现自己那份丑 因为 我觉得你不是刚才说小视频吗 小视频有一特大的好处 只要你有本事 这东西一定让你窜出来 对吧 过去这人可能在山沟子干什么 这辈子 就把这人才给埋没了 那么这埋没这个是两类 一类是艺术表达 不管是唱歌跳舞干什么的 还有一类呢 是手艺的表达 我有时候特别爱看 有些人手艺 比如破那竹子 把那竹子撬得个头发丝似的 我也看了 变那篓子 对 那也是一个本事 所以今天小视频的这个 我们可以简单的说 就是前面这几年 未来再有几年 是个小视频时代 这个小视频时代最大的好处 就是利用人手一部的手机 让全中国人民的 有能力的人都往前窜 过去真不成 其实是把生活里那些 有意思的东西 让大家全看见了 就我们拍纪录片就是这样 实际就是看嘛 就是看 你 我们只能拍很局限的东西 但是那一到民间 全有手机了 什么都有 他所有的有意思的细节 他就全能看见了 你觉得这里有什么规律吗 有规律啊 有什么规律的 刚才马爷说的那个 为什么那人披竹子 就看着这么高兴 因为他是高手啊 那个高手 其实你对他是仰视的 他跟这个笑是俯视 正好相反 就是那种仰视 会让你觉得特爽 就是喜欢看 你看有些那个 吃面条的 吃一桌席的 对 吃播嘛 吃播 也是一种 就是 怎么说呢 我觉得也是一种 自虐 首先是自虐 然后给别人带来优越 也是那是低姿态 然后优越 对 不是因为现在有些 反正文化学者 往往就会说 说互联网啊 就带来这种 这个叫低智化 就觉得智力带低 就什么都乐呀 甚至就说 现在人们表达 你比如发微信 你要写一个哈哈 对方会觉得 你没那么 是个应酬 这不是真的被逗乐了 你要真表示你被逗乐了 一般都得写一串 写十几个 那才表示 就是大家觉得 这个强度啊 或者说这个笑点啊 这个麻木性啊 是不是在增强 还是在降低 我觉得不麻木 我觉得不麻木 我觉得这个笑点呢 就是每个人的点 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陈老师 这戏台 这戏台 就是 我其实跟马爷 有点像 就是看这片子 我就觉得 我看看我能不能笑 就是有这种心态啊 有这种 我看看我能不能笑 这种心态 我不怎么特别老笑 就是 对 我也不太容易笑 不太容易笑 笑点高 不太容易笑 我是替他担心 我怕他不能让我笑 对 就是有这种心态 一定有这种 讨厌的观众 那我去看的时候 我再有一个点 就笑的不行了 就是 其实那个笑点 就是个讽刺 一个讽刺的点 一个大讽刺的点 所以刚才马爷说讽刺 我特别有感受 就是他讽刺 特别准的时候 我的笑点是最强的 就是说 七叔 他可是一外行 他是一血外行 就是这个点 我笑的不行 就让一卖包子的 去唱出去 有点关公战琴琼 其实呢 这里是有杯的成分的 对 这个 他并不是一个搞笑的点 他为什么在下面的 我这种观众 就笑的都不行了 因为我天天 就跟这外行 就是交劲 又共鸣了 就是交劲 然后我巴不得 我这生活里有一七叔 七叔 他可是一外行啊 他不能拍片子呀 咱这项目就得他 所以我一到那个点 我就笑的都不行了 我觉得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所以也是帮你卸了私愤 就是 就是他 他是一讽刺 但是实际上在台上 我们看到的是 演员很痛苦的一面 对 但是他 角色很痛苦 他让我笑 所以呢 我就特别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像这种 就是讽刺的这种点 就是比如说 您一定也对外行 特别有感受 您才会讽刺这事 没有 没有 设计时候 写的时候 就是为了让大家开心的 因为他痛苦 因为这个角色 痛苦的不行不行的 这个角色被外行折磨的 非常痛苦 首先一个 这个人物 我们就要考虑 他首先是有残缺在里头 那人脑袋一根筋 一根筋 特轴 特轴 他特轴的一人 碰上这事 他拐不拐弯的 他痛苦 就 观众就乐 我觉得有时候有这种现象 一个周星驰是天才 但是后起的 当这个无厘头 未然成风之后 怎么就会看到很多 就是这个越闹越烂 越闹越烂 因为他容易 他容易这么做 他不按照剧本的情节去走 他不在情节里去生花 而是在节外生枝的去生花 他容易 他更能够使更多的人吃上喜剧这碗饭 不客气的说 他门槛放低 于是就一大批人能够迅速的就涌进来 就是我们拍的时候 有一个感受 就是来了好多学员 但是这些学员 其实就是来自方方面面的 其实这些学员是特痛苦的 并不是一个喜剧班的学员 每天这个喜剧班就特快乐 根本不是 就他们特别痛苦 哭 借酒交仇 没法排解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演不出来 他不知道这节奏是什么 然后我们拍了一个对话 就是一个女的学员 他就跟陈老师有一对话在大门口 有一对话 从始至终在哭 哭什么呢 就是哭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演 我不明白为什么节奏是这个 我老也跟不上 然后所有人都在否定我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然后陈老师呢 就特别淡的跟他说了一句 说你这阶段你也不需要明白 因为这个戏呢 戏保人 你跟着这戏来 跟着大家的节奏走就行了 你不需要自己明白这事是什么 所以他不光是一训导观众啊 他也是训导这演员呀 对 这演员他一开始的节奏 他完全没有点 对 完全没有点 乱来 点的规律是什么呢 是因为人笑就是有点的 笑就是有点的 笑就是有点的 最长五秒 不到 如果五秒 你要能一个包袱 你乐五秒钟 说明这是包袱一个特结实的包袱 五秒 五秒钟 我一般持续不了 就憋死了 你想想 那个开始 一 二 三 四 停 憋死了 不光是这个 没有那么大的乐子 没那么大的乐子 三秒 三秒到四秒钟 就不得了了 而且他也不能当啊 不能 乐 对啊 乐完了就掉下来了 对啊 所以关键在哪呢 就是说 五秒钟之后一切归零 重新来 重新逗乐 对了 五秒钟之后 或者四秒钟之后 归零了 重新铺吻电视 你就知道这个喜剧 两个半小时 有多难 我们一个喜剧 两个半小时 要求笑多少 就算成功了 哪天我计算一下吧 因为我专门 去年一年 有几十场吧 都录了这个观众的笑声 专门录观众的笑声 因为他每一场和每一场 笑声是不一样的 每个地区也不一样 对 四川也爱笑 河北也爱笑 每个在上海演 和在唐山演 笑点都不一样 笑点不一样 而且回馈的分贝 回馈的声音的分贝 也不一样 点不一样 分贝也不一样 这科学 性别也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我给你讲个例子 我老讲课 我讲课的时候 看在底下 我上去讲两个小时 保证不走人 那不走人 你就必须要吸引他 吸引他的时候 你如果发现 现场效果不好 比如你发现有人打瞌睡了 那你就讲一笑话 他就起来了 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地域文化差 你看上海和苏州那么近吧 苏州热场晚半个钟头 苏州人全绷着 你要把苏州人能逗乐了 那算你本事 他非常收着 他那个整个城市的文化 是非常收着 跟上海人不一样 这是真的 上海人上去 两分钟之内就达到高潮了 那个且来不了呢 当时我第一次在苏州讲课的时候 我先说我说完他底下没反应 我就不信你 我就差点说 我就不信你没反应 所以你就要迅速把一些 因为我那个讲课是就没没什么 就想说 然后我就把后面的有些 我就往前提 让他先进入那个 就是让他先放下这层壳 然后他就进入你那个状态了 嗯